人生需要励志 愿你眼中有光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励志时间 人生如草木一秋 光阴荏苒 时光如梭 我们不知何时 便会离开这个世界 在这一生中 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 日复一日的忙碌 一直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答案 但是有时候 我们会迷失自己 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是否应该停下脚步 好好思考人生的意义 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忙碌一辈子 让我们变得疲惫不堪 但是生命是如此短暂 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时间 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让它变得更加有意义 更加值得回忆 累了一辈子 忙了一辈子 究竟什么才是你的 金钱是你的吗 不是 为了赚钱 累死累活 为了存钱 省吃俭用 一年到头 忙忙碌碌 今年之后 一身病痛 钱没赚多少 身体却垮了 什么东西也享受不了了 房子是你的吗 不是 百年之后 房成百色 不能随你入土 不能带进天堂 就是一砖一瓦 冰冰凉凉 就是一座一间 空空荡荡 只能留给后人 你再也用不上 车子是你的吗 不是 命终结后 车程物件 你没机会再开 也没办法再做 即使再昂贵 再豪华 也不过是费铜烂铁 爱人是你的吗 不是 有爱之石 把你捧着 无爱之石 把你冷着 感情总是瞬息万变 关系总是忽冷忽热 太依赖爱情 爱没了怎么办 感情多身伤人 便有多疼 子女是你的吗 不是 孩子小时 依仗着你 孩子大了 思念者家 当孩子去涌闯天涯 父母双亲 只剩牵挂 孩子有了家 不能约束他 父母除了思念 还能有什么 人这一辈子 真正属于自己的 其实只有两样 一样是身体 一样是心情 活着的时候 身体出力 人走了以后 身体成灰 从出生到死去 只有身体 对自己不离不弃 从开始到最后 只有心情 让自己轻松开心 身体如宝 要护好 心情如今 要爱惜 人这一生中 辛辛苦苦地干 起早贪黑地忙 累了一辈子 腰酸背痛 忙了一辈子 落下毛病 年轻时 不注重身体健康 拿着身体赚钱 透支身体健康 最后健康没了 身体垮了 赚来的钱 都拿来看病买药了 我们活这一辈子 活的就是个过程 重在酸甜苦辣的体验 只在感受人生的得失 可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我们拥有一个好身体 能够健康平安地活着 有生命 才有一切 人健康 比什么都好 所以 余生的路 难也好也罢 都一定要善待自己 平平安安地 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 健健康康的 我们就是人生的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